曹操捉住了国旧董城 并在董城家里搜出来了玉带照 当时太医吉平是创街而亡 用那脑袋呀 就在那台阶那鸡脚那扑吃着一下 脑僵崩裂 吉平创死了 曹操展开这玉带照这么一看 感情这道诏书不是用墨笔写的 是汉县帝咬破了中指用鞋写成的 再看这下边还有好多人的名字 这里边有董城王子福 崇姬吴子兰 吴朔 西梁太守 马腾 黄叔 刘备 还有太医吉平 一共八个人 吉平创死了 这还剩七个了 马腾现在在西凉的 黄叔刘备在徐州呢 可是董城王子福 崇姬吴子兰吴朔都在许都呢 草草气得蹊跷生烟 咬牙切齿啊 心说好你汉县帝 你可真够狠的呀 哦 你给你的国旧董城写这么一道血照 让他秘密串通些个人 把我给杀了 哈哈 多险 这一次 汉县帝 汉县帝 我要不让你知道知道曹梦德的厉害 我枉为当朝的赞下 我这次非不利 废了不可 曹梦想在这儿 他当即下定 就把董城王子福 在许昌这儿的几位大臣 全家老小亲戚朋友 一个不留七百多口 吩咐各个城门 全杀了 这七八百人一块杀 搁的一堆不行啊 怎么办呢 得分批去杀 杀完了把人头高挂 杀这么多的人 曹梦这口气也没出来 他是带剑进宫 当时把汉县帝吓得亡魂接冒 扶皇后 坐在那儿都站不起来了 曹梦指着汉县帝的鼻子 你这道诏书写得不错呀 啊 啪 把这雪照 往龙叔暗绳这么一摔 当时啊 汉县帝连句话都说不出来 曹操也不多说 不多问了 就把董贵妃 给活活的意思 就勒死了 然后他派了三千铁甲军 让他最亲信的人 曹洪率领的镇守皇宫 把住宫门 今后不管是哪一家皇亲国庆 不管这人跟这皇上多敬虎 也不许他随便入宫 你们要胆敢随随便便放进一个人去 不管他是三岁的顽童 古墓的先生 八十的老手 只要是叫我知道了 我就拿你曹洪试问 把曹洪给吓了 在这三千铁甲军里边 选出来那精壮士族 特别精神的那个兵 一天呢 分好几班 倒替着 把住宫门 谁也不许进去 说的夸张一点 从宫门外爬进个蚂蚁去 他们都得仔细看看 谁是这样 曹洪这肚子我没全消啊 他反复看这道血照 他倒不是端心那诏书写的内容怎么样 内容很清楚 就是汉县帝 告诉董城 把曹洪宰漏 他主要是看那几个欠名的人 这几个人已经都杀了 唯独 这马腾和刘备 还没出呢 是我心头大患 这俩我得先杀哪个呀 他把谋士请来 商量商量 当时程玉可就说了 丞相 这马腾您可不能罚 您要是举兵去打马腾 他远在西凉 够不着 另外也用不着费这么大的功夫 您呢 给他写封书信去 安抚安抚 就是宽慰宽慰 预待照的事情您可以一次不提 然后看准时机 您把他转进京城 所谓转呢 就是您想个办法 请也好 调也好 您让他到许都来趟 只要他来了 您呢 稳坐钓鱼才 再杀他也不吃 嗯 操操不住的点头 程先生 你这个办法不错 那么 这个刘备我得怎么办呢 即使我不能发兵去西凉 我要兵发许州 程先生以及诸位 你们是怎么看法呀 程寅一听 这徐州您也发不得 曹索瑜皱眉 为什么我不能去打徐州 程相 刘备在徐州站脚未稳 您要是这时候一发兵 他必然去联合袁绍 这个事情可就不好办了 袁绍现在陈兵在关渡 他虎视眈眈 看着咱们的许度 如果您这举兵一发徐州 他就可能是乘虚而入 嗯 曹索听到这扬起脸来 想了一想 程寅说的有理 不过 程先生 我想袁绍没有这么大的膽失 虽然我举兵去发徐州的刘备 我看他也不会进兵许多 程寅一听 呈相 那您可得好好想一想 是里有万 万里有一样 虽然袁绍这个人 优柔寡断 犹豫不决 可是 他手底下还有几个人 万一他要是听了他谋士的话 说不定他就许打到许常来 嗯 曹索点了点头 程寅说的有理 不过程先生 你可要知道 刘备刘玄德 并非池中之物 他乃人中之尊杰 千人为尊 万人为杰 以千人里挑出一个了不起的人物 这叫尊 一万人里头 出现这么一位能人 那叫杰出 要怎么说杰出人物 如果这时候我要不兵发徐州 等刘备 羽毛丰满 我可就难以对付 这时候啊 比方说吧 刘备就是一只小鸽子 要是飞的话 翅膀还软呢 也就是写东方能飞的西方房檐上去 你等他羽毛丰满之后 兔子一下 进了墨天云 你还想抓他去 墨天云是哪啊 就是云在里边呗 话又说回来 你这时候要不兵发徐州 捉刘备啊 等着他和袁绍携起手来 联合到一块 他们还不得来打我呀 正在这时 连聋一起 郭家从外边进来 曹丞相一看 哎 凤孝 你来的正好 来来来来 过来过来 他让郭家挨着他坐下 凤孝 我们这儿正商令一件事 我想举兵 兵发徐州 承郁说呀 我打不得徐州 怕袁绍呢 去援助刘备 曹丑就把方才的话 跟郭家学说了一遍 郭凤孝这么一听 他瞅了瞅承郁 冲着曹丑 微然一笑 丞相 我看您可以发兵打徐州 袁绍啊 没有这么大的胆量 他不会到许都来 他是一个多疑不绝之人 他想的挺多 疑心挺大 什么事他也定不下来 承郁先生说的有理 他手下是有些谋士 不过那些谋士 他们都不合不是一个心 各有各的想法 各打各的算盘 即便有的谋士 就给袁绍出了主意了 他也不会听 所以您就只管妄安 去打徐州 打下徐州来之后 是再灭袁绍不迟 嘿嘿 曹曹听的这拍了一拍 郭家的肩头 奉笑啊 你跟我想的一块儿去了 太对了 承郁先生 那我可要起兵了 干嘛还得跟承郁说一声 这就是曹曹的长处 不能说这意见好 听了这个 你得差点 去 扔九霄云 下次详细你再问你 哪那事啊 人家承郁说的也不无道理啊 所以曹曹又跟他打了个招呼 然后这才传下将令统精兵二十万 曹孟德亲自挂帅 兵发徐州 这真是令下山摇洞 兵出鬼神经啊 经其招战 袖带飘扬 金骨大作 争辰碧日 浩浩荡荡 就被徐州杀了 徐州的探马 非抱进了 城中禀与孙前先生 齐炳先生大事不好 曹曹亲帅人马二十万 发我徐州 往先生早坐定夺 哎呀 可把孙前吓坏了 孙前干嘛那么紧张啊 虽然说刘备有所安排 徐州 小沛 夏培 称为鸡脚之士 可又一样 怎么能敌敌的了曹曹的 二十万人马呀 自己这儿的兵力 跟人家比呢 悬殊差的太大 他能不着急 孙前 立刻吩咐人 守好城池 自己背快马一批 先到夏培 告诉云长关羽 然后再到小沛 禀报皇叔刘备 刘备 比孙前还紧张呢 哎呀 曹曹 亲统大军二十万 来发徐州 这不用问了 一定是御代赵的事情 败露了 青梅竹酒论英雄的时候 我使用了个 韬毁之计 骗过了曹曹 现在甭问 我这计策 也被曹曹识识破了 这次他是来者不善 善者不来 这可怎么办 目前谁能接我徐州之伟呢 刘备想 我应该去求谁呀 袁树死了 刘表那会儿 他根本不能管我 江东的孙策孙伯福 他不会发兵来援助我呀 现在看来 与曹曹抗衡者 只有河北袁绍了 我求求他吧 想着这他急忙写下一封书信 因为袁绍现在正屯兵关渡 尤取许都之一 说不定他接着我这信之后 能助我一臂之力 现在袁绍没在关渡 他在军州呢 孙前来的军州这儿没见袁绍之前 他先拜访天丰 跟天丰怎么一说 天丰啊 一听好啊 这是个机会啊 曹曹现在亲自统兵去发徐州 那么这个许都就空虚了 我们正好是借机趁虚而入 我们兵也进了许都了 曹曹 徐州也没打下来 他得立刻回兵 然后再让刘皇叔从后边一杀 我们从前边怎么一截两气加工 曹操可灭 孙先生 你随我去建我家民工 天丰就把孙前给带来建袁绍 一进门啊 不用说孙前 连天丰都一愣 怎么回事啊 只见袁绍坐的那会儿 二目捏呆呆一点 精神没有 是头也没梳 脸也没洗 而且是衣冠不整 那袍子就那么散了散 望着连个袋子也没记 坐的那会儿也不知道 想什么呢 是无精打采 哎呀 天丰一愣啊 几天没见 民工怎么会形容如此憔悴 这脸怎么都改伞了 天丰过来先给孙前做了引荐 然后又把那书信放在袁绍的跟前 这袁绍啊 也不搭理孙前 他也不看那封信 长叹一声啊 哎 无将死意 说他呀 要死了 把孙前吓了一跳 田丰听着也吃了一惊啊 民工 您这是怎么了 天丰先生 你有所不知 我生有五子 他有五个儿子 我最喜爱的 是排行在五的袁上 此子天性聪明 与其他各兄弟皆异 和他那几个哥哥都不一样 我是非常疼爱 现在这孩子生了病 而且吃了好多药 也不见痊愈 如果我五子圆上 稍有差吃 我就将随他去 我也不能居于人事 说的这会儿 他无精打采的 才把那封信拿起来 看了看刘备这封亲笔信 啪往桌子上怎么一摔 唉 我还哪有心思 发什么救兵啊 虽然现在曹操已经离开了许都 许都空虚 空虚我也不去 我这心都乱了 哎呀 天丰疫情着急了 我说民工啊 您这次接到了 刘皇叔这封书信 说咱们发兵到徐州去 驻皇叔一帝之力 这不仅仅是给刘皇叔帮忙 而也是为了您成霸业的一个好时机 曹操不在许都 您正好把兵马发进许都之后 劫持了天子 曹操就无家可归了 这是多好的个机会 一个小小的婴儿闹点病 这算不了什么呀 一方面请医给他调治 一方面您可以发救兵 孩子的闹病和这个毫无相干处 哎 不对不对 说的这儿袁绍连连白手 天风你哪知道 无死袁绍是我的心头肉 你根本就不明白我现在方寸都乱了 根本也打不了仗 这样吧 说的这儿袁绍强打精神 看了看孙前说孙先生 你回去跟皇叔说 我现在无心去打仗 如果皇叔有难可以来投 我将尽力相助 说他实在没办法 你让他来投奔我来吧 我这儿收留他 你们赶快退下吧 再说什么袁绍也不听了 他长须短叹的站起来 进里屋去了 哎呦 把天风给急的 来到门外 他是一丈基地 一丈基地干嘛呀 就在手里拿那拐棍 把那地当当当 啥的筛响 没想到 就为了这么一个皇家儒子 会丧失了大业 天哪 天 天风连急带气 都要哭了 看来 袁绍这人不行 他是不行 你看你曹操 在晚城 死了一个儿子 死了个侄 死了一员大将 可是呢 他不哭 他的儿 不哭 他的侄子 先哭 大将 点威 你再看看袁绍 就这么一个小不点孩子 有点病 他连人马都不往外发 这也不出人家 成玉 郭家所料 都应验了 应验什么了 成玉说 丞相 您要是一起兵 发徐州 刘备 非求袁绍 帮助不可 果然 刘备把孙前派来 郭家说呢 就是刘备去求袁绍 袁绍也不会进兵 来到许都 您就放心 发徐州吧 人家 那算把袁绍 一碗凉水 看得底了 孙前 只好 离开 冀州 回到了小沛 跟刘备 咱们一说 刘备已经 这可完了 袁绍不管 那完了 夏培 小沛 徐州 都是人家 操操的 咱们是败呀 咱们是打呀 刘备咱们一说 旁边 张飞 张义德 打了话 大哥 嗨 至于把您酬成这样 不是叫曹操吗 他不是叫领来这二十来万人吗 刘备听什么 二十来万人吗 人上一万无边岸呢 二十万呢 就甭说打 就从咱们这一过 咱们徐州小沛 就是人家的了 那可不能那么说 大哥 您放心 曹操不来则可 来了 他也是小弟 我手下的败将 我就要把曹操向上头取下来 哎呀 范弟 你义勇之夫 坐在这儿胡说些什么呀 我不是胡说呀 大哥 我这话还没说完呢 我有一计可破曹兵 张飞这句话 差点把刘备也说乐了 先说你呀 就知道杀杀杀 打打打 胯下乌锥马 手中仗伐毛 这样倒好 从来不懂得什么叫害怕 不管对方有多少人吧 他也敢上去 你还有一计 你这计将安出 你有什么主意 你说说我听听 哥哥 曹兵 不管他多少 他不是有远刀来吗 他叫老王 咱们不是在这儿坐着等着他吗 咱们叫姨 以姨代劳吗 他来了之后 他不得扎债 我说趁他扎债未闻 咱们就去偷营结战 还不杀他一个落花 留水呀 哎 刘备就行了 别看我兄弟粗鲁 他是有内秀啊 出的这主意啊 还真高 还真是兵书战策上的招数 你看看 行了 咱们结他的战 于兄在左你在右 你看怎么样 您就给我一千铁骑 我是万无一师啊 您就给我一千人马就行了 刘备听好 然后刘备吩咐让孙前回去 好好守住徐州 让关羽 严守下陪 自己与张飞准备结战 这时候曹兵已经来了 曹兔的人马一进徐州地界 曹兔传令先取小沛 他知道刘备在小沛 这时候有谋事就提醒曹兔 承想 您可要多加小心啊 小心什么 咱们是远路而来 您要小心刘备 趁咱们站脚未稳前来结营 曹兔传微微一笑 我已经做好安排了 我也猜想到刘备能有此地 为此 曹兔传把大令拿起来 他命张辽守住正东 命徐州守住正西 于晋守住正南 李典守住正北 徐黄在东南 越晋在西南 夏侯敦在东北 夏侯渊在西北 分正东正西正南正北 东南东北 西南西北 四面八方 你们都给我准备好了 只要是刘备来结营 谁也不准放走这大耳贼 谁要是抓住刘备 我就重赏千斤 这回曹兔是下了决心了 非把刘备服了不可 他可把刘备给恨坏了 你可真稳腾啊 就住的我相府旁边这 没事你学着种菜 我把你请到我的家里 是青梅煮酒款待 嘿嘿 你跟我装糊涂 这个英雄 那个英雄 我说出你的名字之后 你把筷子扔地下 还跟我说一句什么 正人闻迅离 所必辩 什么呀 完全都是偷悔之计 嘿嘿 我怎么上了这么个当 曹兔后悔不迭 他悔极了 这回我一定把你拿住 升棍锁绑 站在我的面前 我问问你刘备 你别跟我揣着明白的 说糊涂的了 给我装傻冲愣 还真让曹兔给猜着 夜至三斤 张飞领着人马 由右边杀过来 刘备领着人马 由左边杀过来 可张飞就高兴 起码上 他是指高气扬 手里头 您这掌拔蛇毛枪心 说你看怎么样 曹兵竟瞧瞧鸭 却无声让我给猜着了 嘿嘿 上回我得了个留带 吃了一地 摘回这一季又成功了 谁说 你家张三爷没有谋料 这谋料多少钱金呢 还用上家拿去 由兜里头一掏 就出来了 哼哼的高兴劲 张三爷正美个字的 推着他的乌锥瓦 进了大营门 依然没人拦挡 哈哈 张飞下 曹曹 你太大意了 还有人说你会用兵 说什么用兵如神 今天看来我 嘿嘿 任门不是 他正在高兴 忽然炮响了 咔 咔 不好 这时候张飞才明白 感觉是空银一坐 他刚这么一拨吗 只见一杆大道旗 银风飘摆 上面写了一个 陡大的张字 张辽来了 跟着不动 不好打 回的炮声就是 喊煞声 喊煞声 彻底明天 休要走了张飞 啥呀 张飞往前一吹马来战 张辽张文远 两个人打了没有三个回合 与虎从左边上来 于静从右边上来 李点从后边上来 张飞毫无惧色 力敌四将 打着打着张飞往左右一学目 我那兵都脑子了 他带着那人马 大多都是曹军 一看这个阵势 人家把刀枪一放 惊奇一扔 全投降了 也可以说都回家了 那是怎么回事呢 上次不是刘备在 举都那会儿向曹曹 讨一之令到徐州 堵劫元树 曹曹不是给了他五万人马呢 都是人家的人 人家一看 自己人全来了 人家可不全过去了吗 张飞回头一看自己身边啊 还剩十了个人了 剩俩人也得打呀 张飞力敌四将 张留许楚一进李点 此时困住张飞不放 那边 那边是刘备 刘备被徐晃月姨 亚胡敦给困住 天地两个拼死 大战两个拼死 只杀的是人困哪怕呀 可叹刘备将飞 地中两个飞陷入了 重围